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谭慕斯 今次谭慕斯想赞赏一下 在三月份和四月份内 阅读表现出色的同学 首先我想赞赏一下 積極参与停课不停读阅读奖励计划 乐于分享阅读经验的同学 以下来的同学 很乐于分享他们的阅读经验 曾经透过学校落联网 电邮一些阅读分享作品给谭慕斯 当中包括有一班赛艾菲同学 是非常积极的 他在三月份内 电邮过第二份阅读分享作品给谭慕斯 他是透过拍影片来做图书分享 亦有4A班黄雪丽同学 他也是非常积极的 他在三月份内 亦电邮过第二份阅读分享作品给谭慕斯 他是透过阅读报告来做图书分享 接下来有4C班的防正文同学 他亦电邮过一些阅读记录表 和谭慕斯分享他的阅读经验 至于5A班的刘嘉义同学 他是电邮过两份简报给谭慕斯 一份分享一本中文书 一份分享一本英文书 他的阅读表现非常均衡 很值得欣赏 接下来也有6A班的陈敏晴同学 他电邮过一份阅读报告 和谭慕斯分享阅读 他的报告做得很详尽 内容很丰富 真是非常表现好的 最后有6B班的杨国威同学 他电邮过一些阅读记录表 和谭慕斯分享阅读 以上的同学真的做得非常好 谭慕斯期望可以收到更多同学的图书分享作品 接下来,老师是想赞赏一下 积极登入一阅读学校计划平台 阅读电子图书的同学 以下来是各级在3月份和4月份 最积极登入一阅读学校计划平台 阅读电子图书的同学 当中包括有1年级的 1B班余成晋同学 1C班杨炎志同学 1B班赖楚桥同学 1B班赛艾飞同学 以及1B班黄日轻同学 2年级表现出色的有 2A班张希瑶同学 2B班洪一乐同学 2B班陈青海同学 3年级表现出色的同学有 3A班张海洋同学 3A班周蔡杰同学 3B班朱家欣同学 3D班陈伟言同学 以及3D班吴显穎同学 4年级包括4A班李正伟同学 4C班雷昆熙同学 4D班文祖亮同学 5年级包括5A班柳书文同学 5A班陈雨毅同学 以及5C班沈恩叶同学 6年级表现出色的同学 包括6A班罗建林同学 6A班黄君浩同学 6B班杨国威同学 以及6B班欧阳真凌同学 最后谭牧师想赞赏一下 认真阅读每周 老师经内联网图书科 筆记发放的阅读材料 以及用心完成图书科 网上练习的同学 以下来是在图书科 网上练习4至练习8 各班得分最高的3位同学 首先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年级表现出色的同学名单 接下来看一下 二年级表现出色的同学名单 接下来是三年级 四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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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表现出色的同学名单 最后一起看一下六年级表现出色的同学名单 每周继续认真阅读 我们经内联网图书科笔记 发放给大家的阅读材料 以及用心去完成每周的图书科网上练习 并且继续参与停课不停读阅读奖例计划 当然最重要的是 每天认真阅读最少二十分钟 无论是阅读子本图书 或是电子图书 譚慕斯都是这么鼓励的 这是 可是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